连日来,由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发的抗议和骚乱持续升级 有美国侨界人士在受访时表示 虽然种族歧视被美国法律明令禁止 但却广泛存在于美国社会现实当中 种族歧视在美国各个领域都存在 也不是什么新问题,是个老问题 种族歧视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不光是反映在警察执法上 在工作聚会上,在任职,升职问题上 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这是针对有种族歧视的警察暴力执法 现在美国法律不允许种族歧视 法律层面不允许 也不允许年龄歧视,性别歧视,连性取向歧视都不允许 那么法律上不允许不代表现实当中不存在 种族歧视实际上是在很多领域都有 比如说职场的升迁等等 有侨界人士认为 以非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 在美国社会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 此次的弗洛伊德之死只是触发 种族矛盾的一根导火索 这个事件的发生的话冰冻三尺非一日寒 那么黑人长期以来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不管是被关在监牢里头或者是被警察打死的人 都是远超过这个黑人的人口比例 那么这次的新冠病毒也是一样的 黑人的死亡率是远超过两三倍 他的黑人的人口比例 那么很多事情的这个积累以后 那么这次弗洛伊德事件变成是一个触发点 随着抗疫潮持续升级 全美多座城市甚至出现了大规模骚乱 在美华人表示 连日来的示威骚乱和持续数月的疫情 对当地华侨华人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这次疫情以及这个示威游行里面 对我们这个在这里的华人 经济 政治 以及那个安全 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由于川普最近这个疫情没有作为 然后都甩锅给中国 这里的美国人就把我们这里的华人 有一种仇恨这样出来 对我们这里的华人在这里生活的话 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